好了直播 郑幸泽的家属跟义务律师团 下午是出现在台中高分院 同时宣读郑幸泽写了一封亲笔信 郑幸泽是感谢检察官申请重审 让全案出现了一丝曙光 郑幸泽是被判刑死刑定业十年之后 台中高分院下午开讯问庭 要提讯郑幸泽审查本案是否准许再审 那么是在2002年的时候 发生在当时台中县风云KTV的枪击案 远警苏宪批重担身亡 郑幸泽从一审到更二审 都被依杀人罪判死刑 2006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判刑郑幸泽死刑定验 14年来民间团体认为 整起案子还有一点 持续为郑幸泽奔走 日前台中高分解释提出七大疑点 主动为郑幸泽申请再审 目前庭讯已经结束 郑幸泽还家开守所 至于要不要重审 台中高分院的法官还没有做出决议 以上是台中信条追逐情形 时间就到台北